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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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你请注意看我的脚跟我的腰部的转动 我的这条腿就会踩着人教练的腰部的腿这边 然后我的身体呢就会靠着这个腿的支撑往旁边挪 我会将人教练的手抱在我的胸前 然后用我的腰往人教练的头部转 好 这个呢你会攻击到人教练的肩膀 好 抓着转 好 我们再示范一次 好 现在让我们为你们讲这个工作的要理 第一个是当你起来推人教练的时候 好 那个手的扶我们已经在上一题讲过了 好 当人教练把我推下去 现在做慢动作 我已经要开始知道我的下一边 下一个动作要做什么 我要抱着他的这只手 然后我的这个手要往这个人教练的手内推 看到我的扣手嘛 我要扣着他的这个 这只手 我的手肘一定要很靠近我的身体 或者我无法用到力 所以我要靠近我的身体 然后把他的手扶过来 最重要是把人教练的手肘 把他折起来 然后贴着我的胸前 在这个时候呢 请看我的脚 我的脚一定要踩着人教练的腿部这里 然后另外一只条腿呢 当往旁边靠的时候 我一定要刷下 刷向人教练的这一端 我不能够对着他这样的靠 我一定要挪 后来 这个动作不是用你的手力去 推他 不是 而是把他抱紧 用你的腰来攻击对方的肩膀部位 所以是用你的腰转 好 如果想要了解如何去做底下的动作的话 我们在上一集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讲解 好 同学们在练习的时候请注意安全 这个地方往下靠 这样你的头部才不会往后面挪 好 所以永远要记得在训练的时候注意安全 在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 如果想看更多视频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功夫者官方网站去 如果你想要看的是有关自卫数的话 你可以直接点击自卫数 那里就有所有你想要看的视频了 如果想要与我们进行交流 可以到我们的QQ群 或者是我们新开的勇者分舵 或者是行者分舵去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知识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功夫者微信公众平台 好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